這個額外分享 運氣的成分 因為最近大家都知道我抽了孫權 然後尋火就尋了產障 然後打架都超級歐 同樣的戰法 同樣的紅度 同樣的等級 兵力對方還要高過我 Hello 大家好 回到來S7賽季 台港澳福對漢福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畫面是右舟 右舟長期被對方打壓和被對方俘虜 現在他們正在反擊 右舟的情況其實也不是太樂觀 你看看這個情況 大部份都被人俘虜 現在他們正在打這個反打 也不錯 有遊戲品 右舟的情況 暫時我們都當5波 被他攻入了下賽 那就當他4-6波 右舟有點略風 現在我們再說中舟 中舟戰線 非常之佩服 他們兵從哲怨開始出發 一路打一路打一路打一路 打到冰分兩路攻佔襄揚 然後左路再包圍上落 他們已經拆到營區了,上落的對方營區 好誇張啊,左邊就是上落 中州依然保持著優勢,起碼都7-3開 最後看看我右邊州 右邊州在今天的8點多時,焊槍,焊槍,韓仔已經打通了 跟右邊州一樣,兩邊都打通了去中州的道路 我不知道他們會不會到時做支援 在武蔭,中間州大家看到,右邊武蔭和左邊焊槍 他們打通了兩邊道路,我不知道到時他們會不會做支援的調動 左右邊州會不會去救中州 但是我們不會讓他們有餘力去中州 我們一定要繼續追打他們 那好吧,我們再說一下 那個打關口是早上的事 而晚上發生了什麼事呢? 晚上8點鐘,對方就全軍出擊打浮縣 以我們成功守道 對方當時打了內九大概2萬至3萬 那是非常之好的 這一仗是我們贏得很漂亮的 因為由開服到現在 我們跟韓仔真正打的時候 是沒有贏過的 之前一直被他們打等級差 三十幾級的時候他們是四十幾級 直到現在我們大家都一樣 四十五級的時候 我們是終於贏到他們 我給大家看看戰報 戰報 這裡開始,8點03分 我們就站在城牆上守 等他們攻到差不多 氣械隊出現的時候 我們才會開始鑄手去攔截對方的氣械 但是很不幸運,我是一個氣械都攔不到 那我全部攔截到主隊 好,大家看看戰報 周靈香 就是這個香騎 周太頭 碰瓷聖則 然後周瑜,泰史,晴普 這個殘兵 這個就是滿兵的麒麟 我輸給他 最後殘兵 這隊不用看了 好,接著之後 我對第二隊 肉弓補上 對上這個 桃園盾 是優平的 之後再輸了另一隊 屬盾 好,最後我就 奇倫 補滿兵 再上戰場 對上 三勢女 然後打到這個 孫權 孫權 就是 白板 不過白板孫權 其實我覺得 他用綠順會比較好 不過不要緊 對方想怎樣 我們上去看看戰報分享 那我兵力上也給他多一半兵 好 之後也贏了這一場 這一場是贏得漂亮的 贏得非常漂亮的 對了 那我二萬兵打贏 碗狀態 碗兵 的 虎實 這個是漂亮的 這個打得漂亮的 之後我就翻成寶兵 接著 對方就收拾了七八八 我就沒有再打了 另外 有一個收藏了的 是 今早 7點52分 這個 這個真的達得漂亮 這個額外分享 運氣的成分 因為 最近大家都知道 我抽了孫權 接著尋寶就尋了產將 接著打架都超級歐 同樣 同樣的戰法 同樣的紅度 同樣的等級 兵力對方還要高 我 我竟然這樣打爆了他 真的很誇張 真的很誇張 對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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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龐統 連環計 零發動 對面的姜維 奪雲和 杯蛇都零發動 所以我覺得 嘩 都不知道是我太幸運 還是他太黑了 所以這一個打得很漂亮 這一個打得很漂亮 那左邊周 現在是 五五波 甚至如果再多幾次碰撞 贏得到對方 就會變成六四 整體來說 是我們先領先的 不論是這個 八業直 八業直 也是我們先領先的 暫時為止 目前的狀態 如果能保持得到的話 我們就穩操勝券 如果沒有什麼特別的意外 如果大家要關注的話 可以訂閱我 還有記得打開鈴鐺 到時就會有直播和影片通知 如果大家想關注 以上就是今天的戰況分析 多謝大家